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來到夏威夷呢 我又拿到了一個包包 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上一次來的時候呢 是買了一個Mini Kelly的二代 那這次呢我們就來看看 我買到的是什麼東西吧 我覺得這個包也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所以蠻值得開箱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來開囉 大家可以看到這盒子的大小就知道 是一個小包子 它準備好了嗎 有沒有超級可愛 OMG 很大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這次呢居然拿到了一個Mini的Lindy 這個包呢非常非常的稀少 聽說 因為它首先它才剛出來沒多久 去年年底的時候才開始慢慢的有在Boutique裡面賣 Anyways 這個包呢是Mini Lindy的E10 大家在網路上如果看到的話 就是它其實review就很好 因為呢它雖然很小 但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可以裝多少東西吧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打開去看一下裡面 OK 然後裡面呢也是跟 正常大小的Lindy一樣 是有兩個這樣小夾層 然後外面是兩個小Pocket 然後拉的方式呢也是一模一樣 是這樣子 但如果說呢要用手這樣穿過去提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點勉強 所以通常是這樣子提 或者是這樣子提 或者是測背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放多少東西吧 首先呢 太陽已經脫下了 今天老是素顏啊 太陽已經放進去了齁 然後呢手機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 衛生紙啊 短夾 基本上放中夾也是OK的 我覺得長夾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然後放一些常備藥啊 然後呢最近 消毒的 也是蠻需要帶的 大致上就這樣子 然後放起來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還是可以擺 還可以帶擺一些東西 OK 蠻好的我覺得這個容量非常的大 大概背起來是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不會太長啊 但我網路上有看到很多朋友說 這個肩帶很長 所以戴起來只能側肩背不能就側背 但我自己覺得背起來 這種包背起來就是要側背才好看 如果你就是側背的話就沒有那種感覺 就沒有那種感覺了 我本來是想要買mini的constance 但後來呢 他就offer了說他覺得 這個我一定會更喜歡 而且這個包呢 比miniconstance更能夠裝更實用 這就是很可愛很稀有很貴的 那這個顏色是etame OK 大家看一下好細節 很可愛 其實用一手可以掌握 它下面其實也是有這個 綁刮傷的四個角角 那基本上其實就跟lindy一樣 只是它變小然後多一個綠袋 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是我最近買的那個字幕包 OK 然後這個是lindy OK 小很多 但是我覺得它比這個字幕包還能裝 因為它特別很厚 然後我買到這個是金扣 但實際上有點嫌棄它就是顏色沒有太顯眼 因為它說小包要顏色顯眼 但我個人覺得其實這種neutral color比較難看 也比較不會看膩 價格啦 跟大家講一下 價格是6150塊 那這個皮呢是clements 就是所謂的TC皮 加完稅以後是6439塊 其實沒有比正常大小就是最小的那個size 的lindy便宜多少 因為你知道小包就是越小越貴 OK 好那它裡面也是有附這個 鴨 這個包呢真的是蠻值得入手 如果你有在店裡面遇到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但我跟大家講 這個包其實基本上是要配貨 但我沒有任何配貨就買到了 所以囉 大家 好sells在你上天堂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mini lindy就到此結束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 有編 小燈 好 好 這混音 很好 你有留嗎 有 有 ing 很